小厨房 一开始就活药味十足 在街上就开始斗嘴了 那这个有广州歌王的称号以外 还有什么称号吗 厨神的称号 没错 就是这个攀女厨神 我好怕怕 到了笔虫奶茶的回合 还没正式开始 两人又为自己的封号斗了起来 轩仔呢常常跟我讲 他说呢 他是顺德的这个奶茶之父 我也听说了 你是这个华语的奶茶之母 就是奶妈 你可不可以用诸恰当 一点点啊 虽然一路打打闹闹 但对于冲奶茶应该注意的细节 两人还是全神贯注 努力学习 一番龙争虎斗之后 骄傲的奶茶王子 终于不敌 务实的华语买卖 冰小阳的总分是四分 不知道怎么算以后呢 我就有六分 反正我还是输的那个 因为 因为你刚刚讲了 一定要是我的double 也就是说八分才算赢 所以第一回合 不好意思抱歉帅哥 你输掉了 赢了一关的冰阳 可以称是直落二拿下素食厨神宝座吗 进行到考验硬李子厨艺的第二关 做菜 素食餐厅的张总厨 特地挑了店里两道招牌菜 咖喱牛腩饭 以及橘猪扒饭来做烤题 冰冰抽到橘猪扒饭 还有备而来 找了黄灵志做助手 特地挑了 特地挑了 没某棋跟我的 我的底线就是 你再叫一句猪扒的话 把你伸奸 虽然张景轩猛打心理战 但冰冰和黄灵志一直不为所动 专心料理 但就在黄灵志准备要淹自猪扒时 冰冰却突然发出尖叫 鹤令黄灵志立即助手 到底黄灵志犯了什么滔天大错呢 作战作绝 速食出神PK争霸站下 卡住他 先过来 先过来 你为什么自己自作主张啊 我没有让你沾这个东西啊 你让你往这边丢啊 他说你把冰羊丢进去 你丢错了快点 牙牙牙牙白地 那这个程序就不对 来我自己来 就不对了 首先要先面粉再裹鸡蛋 这个是非常讲究的 因为这个直接会影响到这个猪扒煎出来之后 到底酥不酥软这个肉 食指不摻羊春水的飞羊姐 现在五指沾来羊春水 没办法碰到你 最好是把两面的猪扒煎到金黄色 现在出新专辑部唱首歌 给我们大家听一下吧 两只猪扒 两只猪扒 冰羊 它是 猪扒 冰羊 削得猴长的 你油放太多了 要不是你的油多的话 我可以在这边给大家示范一下 怎样抛我 肯定你会看到两块猪扒 会凌空翻个跟斗 你们两个跳一下就可以了 可以了 第二个步骤 我们现在要开始炒饭了 好 放牛油 放多少 放一层 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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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油是煮的 对 对 放鸡蛋 牛油想放鸡蛋 是否让你下蛋 现在可以吗 可以放鸡蛋了吗 快炒快到 摆地刀 可以了吧 差不多了 好 把这个饭现在放到这个里面来 我想请教一下 你还记得那些顺序吧 我当然记得啊 放油之后 放牛油 放完牛油之后 把西红柿 洋葱 菠萝 蘑菇 蘑菇先放进去 然后炒炒炒炒炒炒 然后放面粉进去 然后放盐 放调味料进去 把青豆扔进去 然后再放一点点汁 兜一兜 浇在上面 对 这边长了啦 我鼻子长了 我鼻子长了 好玩笑 好 这个时候呢 大家看到啊 我们的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这个汁已经煮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要把这个汁铺在这个 猪扒上面 基本上来讲呢 我们今天的第一道菜 焗猪扒 已经完成了一大半 那么现在呢 就是需要时间来焗它 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耽误 大家的时间 林仔 快点看看你怎么出丑 快点到你了 你赶紧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要做什么菜 冰冰黄灵俊一轮手忙脚乱 虎搞虾搞 终于完成了菊猪扒饭 各位家庭观众看明白了吗 其实菊猪扒饭并不复杂 张总厨特地将材料与制法公开 观众朋友可点击华语卫视网站 进入大明星突袭小厨房专业 就可以找到完整食谱 现在轮到宣宅挑战咖喱牛腩饭了 主要材料有牛肋肉 四十多种印度咖喱香料调制出的秘制咖喱粉 无糖衣粉 苹果粒 洋葱 干葱 姜 蒜 红椒 茄膏 牛油 牛骨汤等 这么多 光看就已经头发晕了 轩仔 行不行 所谓害人害己 刚刚被轩仔搞到阵交大乱的冰冰 现在终于有机会报仇了 你不是说我冬他的没有问题吗 刚冲 不要提醒 刚冲一下了 对 蝦膏 这不是蝦膏 这叫鞋膏 蝦膏是这个 这个是蝦膏 你有烦我 但我们生下叫蝦膏 你知道吗 你们生下是哪里 我们不要饭鞋 谁我们叫翻蝦的 家里面 这个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 这个是咖喱粉 拜托 完了 你垮台了 什么垮台 滑鱼厨神的称号 奶副的称号 没了 就你这兜东西像什么 好像 然后我们叫像苹果粒 还有木棒 别忘了下 那个不叫木棒 你现在不是在煮汁吗 你那个好像没有什么汁 你知道干炒苹果粒好不好 你不要那么着急好不好 你看看嘛 你看看你那个饭好不好 你的那个饭 到时间了没有 还有 还有 到时间了没有 他会自己停 他会自己停 对啊 高科技 我从来没用过焗爐 他自己停的 你那个饭 简直就是人如其饭 我告诉你 眼黄龙 看不见了 然后 不要动回来 你现在不是红山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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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谁说过呢 做厨师最基本的就是 要开好几个火 你怎么这么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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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啊 大家都有点油 等等啊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下这个牛腩 慧哥讲这个牛腩 不同一般的牛腩 有十三根拉菇 所以 这个肉是非常的贵的 牛的单位不是一条 一只 贵的我翻译嘛 阿菇就是这样讲的嘛 哎呀我笑得没有力了 我都说了 他真的没有力气拿着就锅的 你给我闭嘴 这个叫做米肉啊 就是用牛油跟这个面粉 面捞啊 捞面的捞 面 面捞的面 面捞就是面捞的面 面捞的捞 我帮你解释一下 我知道你想这样表达吗 这个面捞呢 就是要来把这个 咖喱汁就是弄得粘稠一点 好 椰粉 爷爷的面粉 好烂吗 这个 来 让大家有没有 无防吃的开心 要先鼓励一下 你干嘛要鼓励啊 什么 凭什么鼓励啊 应该是完了 天哪 这是煮面糊团还是咖喱汁啊 本来非常有自信的张静轩 现在看起来也没把握了 难道冰冰的导乱战术果然奏效 没开啊 我的天啊 你真是高 妈呀 妈呀 冰冰的植株法案看来也是凶多吉少 要看两人如何扭转乾坤 广告后请继续锁定 大流星偷袭小厨房 我们这个咖喱牛腩饭呢 用的材料 在目前来说 在国内的品质里面 是一个很好的咖喱组合 其实我们的咖喱的材料 是全部从印度进行回来的 里面包含有四十多种不同的香料 是经过一个长时间的炒制 那个牛腩呢 我们用一个牛腩肉 加上我们独特烹调的方法 用了牛腩原汁的汤去做 做这个咖喱汁呢 其实出来的效果呢 我觉得大家去试一试 YES YES